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乌龙虎 今天的新闻焦点集中在几个引人注目的事件上 首先,参议员J.D. Vance在一次CNN的访谈中 重申了他关于海地移民的争议性言论 声称他需要创造故事来吸引媒体的注意 这引发了当地官员的强烈反驳 称这些说法毫无根据 接着,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巧妙地利用流行文化 来回应特朗普对Taylor Swift的攻击 发表了一份名为《特朗普的糟糕一周》 Taylor的版本的生命 引用了28首Taylor Swift的歌曲 这不仅增加了他的曝光率 还成功吸引了Swift粉丝的注意 最后,我们来看看贸易岛的母子油叉 Michelle Almeida和Chris Harris 他们在社区服务中展现了无私的奉献精神 强调了团队合作和社区联系的重要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US报道,J.D. Vance在接受CNN采访时 再次声称,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海地移民正在吃当地的宠物 他表示,为了引起媒体的关注,他不得不创造故事 然而,斯普林菲尔德的市官员 在新闻发布会上驳斥了这一说法 称没有任何可信的报告显示移民有此行为 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州长也表示 这些说法毫无依据 尽管如此,Vance仍然坚持他的立场 声称这些信息源自他的选民 并指责媒体对他所提及的问题视而不见 在另一篇报道中,Yahoo US提到 卡玛拉·哈里斯和蒂姆·沃尔茨的竞选团队 利用特朗普对泰勒·斯维夫特的攻击 发布了一份包含28个斯维夫特歌曲标题或歌词的声明 标题为《特朗普的糟糕一周泰勒版》 声明中讽刺特朗普的情绪失控 并巧妙地将斯维夫特的歌曲与特朗普的言论联系在一起 这一策略不仅显示了民主党对特朗普言论的反击能力 也吸引了斯维夫特的粉丝 进一步增强了哈里斯的支持 此外,Vance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 为自己将斯普林·菲尔德推上全国舞台辩护 尽管地方官员呼吁停止这种做法 并指出这种言论导致了对当地的恐吓和暴力事件 他坚持认为海地移民对当地造成了问题 并将责任归咎于哈里斯的移民政策 尽管面对来自民主党和地方官员的强烈反对 Vance仍然表示 他将继续关注这个议题 并认为这是为了引起公众对移民问题的关注 美联社报道 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海地移民社区 在经历了一周的混乱和虚假指控后 在教堂中找到了团结与安慰 周日的礼拜中 许多海地移民聚集在中央基督教会 唱着他们的克里奥尔语歌曲 祈祷并寻求内心的平静 他们的社区因虚假谣言而受到冲击 这些谣言声称他们在食用邻居的猫狗 甚至因发了对社区的暴力威胁 牧师卡尔·卢比在讲道中强调 海地人并没有吃宠物 而是呼吁所有传播这些谣言的政治人物和媒体说出真相 以恢复斯普林·菲尔德的和平 海地社区帮助与支持中心的领导人 维尔斯多尔塞维尔表示 尽管面临困难 他们依然选择信仰与团结 CNN报道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2023年宣称 拜登经济正在运作的言论 成为特朗普及其盟友在选举中攻击他的主要素材 自哈里斯成为民主党提名人以来 特朗普团队已花费过3800万美元 反复播放这一片段 试图将他与拜登的经济记录 捆绑在一起 利用选民对经济的担忧 尽管哈里斯和他的基板团队努力反击这些指控 并推出广告承诺降低生活成本 但特朗普团队的攻击依然持续 尤其是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 雅虎新闻报道 夏威夷毛衣岛的母子邮局长 米歇尔·阿尔梅达和克里斯·哈里斯 在服务社区方面展现出深厚的责任感 两人不仅在邮政服务中尽职尽责 还曾加入夏威夷国民警卫队 参与灾后救援工作 阿尔梅达自1996年加入邮政局以来 一直致力于帮助社区 哈里斯则在母亲的影响下 选择了相同的职业 母子俩在邮局的工作中 始终关注着社区的需求 努力为每位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展现了邮政服务中的阿罗哈精神和家庭纽带 美联社报道 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D.范斯 在面对社区威胁时 依然坚持关于海地移民的虚假指控 称他们在当地绑架和吃宠物 尽管州长和地方官员坚称 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些说法 范斯却声称这反映了选民的担忧 并试图借此抨击民主党的移民政策 他的言论引发了当地的恐慌 甚至导致学校和政府大楼因炸弹威胁而撤离 州长迈克·德温则明确表示 这些指控毫无根据 海地移民在当地是合法的 且为经济复苏做出了贡献 雅虎新闻也对此进行了报道 强调范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如果他必须编造故事 让媒体关注美国人民的苦难 他会这样做 他认为关于海地移民的谣言 是来自选民的真实感受 并对媒体质疑他的说法表示不满 同时德温在节目中重申 海地移民是合法的工人 对当地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 德温还批评了这些虚假指控 称其为垃圾 并表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 在另一篇报道中 范斯对特朗普在堕胎政策上的立场进行了回应 承认他在没有与特朗普讨论的情况下 发言是错误的 他表示 特朗普并不支持全国性堕胎禁令 并认为这一话题不切实际 此外 范斯还对近期关于海地移民的谣言进行了辩护 声称他有选民的第一手证据 并继续在媒体上强调这些故事的重要性 针对这些言论 最初发布谣言的当地居民表示后悔 认为自己并没有亲身经历 却引发了对海地社区的恐慌和误解 Yahoo US 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在推特上 对超级明星泰勒·斯维夫特怒斥道 我讨厌泰勒·斯维夫特 这条信息是在斯维夫特公开支持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竞选总统后发布的 斯维夫特在Instagram上表示 他投票支持哈里斯 因为他认为哈里斯是一个为他所信仰的权利和事业而占的勇士 他的支持引发了超过40万访问者 涌向投票信息网站 对此 特朗普声称自己并不是斯维夫特的粉丝 并表示他可能会在市场上为此付出代价 他还表示 更喜欢与哈里斯关系密切的布列塔尼·马霍姆斯 并称赞他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斯维夫特则在帖子中指责特朗普使用假猫的AI生成图像来误导公众 声称他 支持他 两人的争论引发了对美国政治和名人影响力的广泛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一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iwt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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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